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龟沙 今天是两排国战录像 第一是关于马腾 马腾这个武将,我以前也说过 绝对是群雄势力的一个核心 无论是打团战,亮出来给队友补给 还是猥琐到最后一波暴场 都是有非常高的存在意义 非常高的价值,这个武将绝对是群雄的一个核心武将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用银两个购买的 另外的话,还是想继续 大家看一下这个国战里 压制暗将的重要性 如果你打国战 还不懂得压制暗将 在我看来 可能算得上会玩国战 国战其实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 可能刚开始出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会玩 都不知道怎么打 打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会玩国战 就必须懂得压制暗将啊 当然不是说无脑压制啊 就是在有一些时机 比如说到五人局 四人局的时候 不能 就是不能让暗将捡便宜 说什么都不能让暗将去捡便宜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你要打你就亮出来光明正大打 当然有的时候一些亮将时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咱们看两盘都像吧 说不说废话又说一遍废话 这位玩家叫白房子 是12区的 武功会的一个玩家 还是里面选将的话 马腾张角可以 独裁的话 国战 对群势力帮助其实还还蛮大的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武将总感觉很别扭 个人能力不是很强 选马腾张角 因为张角嘛 张角毕竟还有一定的单挑能力 还有一定的就是输出能力 马腾张角也可以 当然选 选张角独裁其实也可以 不过张角和独裁的话 就是 没有补充手牌了 反正如果是我选的 我可能选就是 要么就是马腾张角 要不就是张角独裁 我不会选马腾独裁 就是这样 我看看他选了什么吧 怎么那么慢呢 然后这个165的先行动 开个南班 这都没有问题 好 开出个大梦获 梦获想亮就亮 其实可以 梦获这个武将 就亮出来了 其实别的国家也没必要 飞着去打他 梦获又不强 然后待着又如何 开这个按 然后这个 直接去拆他 跳了一个鼠 飞鼠 当然他离的比较远 拆不拆吧 你要是贴着梦获 尽量就不要去招着梦获了 然后152的也没有顺 没有跳任何身份 看到140 怪减1 也是没有动 155 正常情况下 一般应该没有人愿意去招惹梦获 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量的必要 挂个加一码 火攻一下 随便找一个人火攻 反正不要火攻梦获 当然你如果为了降低超高 可以火攻自己 火攻自己亮个闪 不拍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梦获起了距离了 那直接他就捅了165的 这个也问题不大 当然梦获 如果不想打165 可以找个三选打 就为场上 就这个张角和对面是三选 然后的话 149的应该是看了一下下架 看了一下下架 他直接就亮将这么冲动 下架难道是数过吗 还真的是数过 他是看到两个数过的一下 hold不住了 亮出来 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亮 你想打你就直接打一下刘备就可以 你没必要去打灯祸 打一下刘备 让刘备亮 你自己不用亮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那没办法 那你点位亮了 这张了解跟谁也亮了 对不对 结果又打出一个位过来 其实我要是点位 我不会亮 我就搞一下刘备 当然他好像没有杀 他直接强袭了 有杀的话就杀一刀就可以 不用亮将 因为蜀国的话 没有必要去 说去亮出一堆将 然后去跟蜀国死磕 我真正他要四个蜀国都出来打团战 也没有说那么强 你蜀国打团战能赢的情况下 真的很少很少 当然有 但是非常非常少 然后这是这一下卫国吵 立刻就上去了 140跳为一个非位的身份 看还有卫国 这会儿如果还有卫国 肯定是要亮的 因为已经三位了 你不亮你干嘛 只要不亮的就肯定不是卫国 在我看来 已经三位跳了 第四个位 你没有任何不亮的必要 卫国又不是不能打团战 对不对 然后看看能不能收掉刘备 一个强席 就是不亮的肯定都不是卫国 那卫国的直接忙搞 他们就可以了 没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你就是卫国也活该 谁叫你不亮的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 卫国就是 有如果能打 能打到别人的 就先打暗将 不要去打这个 不要去打梦后 没意义啊 真的不要去打梦后 就先把这个暗将都打出来 因为暗将 原原品梦后威胁要大 哎呦我天呐 这个这个张和为了移动的减一吃个桃 那不是弃个桃 这何必呢 你自己老老实实吃桃就可以了 啊 袁绍双群就亮了 hold不住了 老被骚扰 那马腾和张角这个时候暂时还是不能亮的 您看一下这个太尔茨紧接着也亮了 现在的话就是死 如果说死一个那个卫国的以后的话 就是冥将得把这个隐藏的武将给打出来 不能让你在这藏着 凭什么让你藏着 这个张和刚才打得有问题 一个减一扔了个桃啊 这没必要 看看张辽 张辽死了 死了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就是如果我是梦后 我不会去打自己的名字 我就压压点V可以 因为点V的血润确实比较厚 压压点V 然后再压这个暗将 属我嘛 属我本来就 就弱 你再不把暗将打出来 更没法打 咱这回合他被冰了 啥也做不了 如果如果不被冰 就是要么你就是可以下下 那么可以下下点V的装备 要不然就是直接去搞了个暗将啊 打暗将在国战里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远郊进攻 还八卦 然后看泰尔茨 泰尔茨还有一个武将不亮的 那是大舟泰吗 别拼点 这个的话 当然泰尔茨没有必要杀这三血的三血有可能是吴国 但是我觉得这个孟霍完全有必要要把这个三血的杀出来 就不让你在这藏着 咱们看孟霍杀谁了 我是孟霍其实就这个点V血线一下下去了就不要再搞点V了 就去 对你现在血线上来了 这个时候让那个两个魏国和那个群雄和泰尔茨过去打 你看你这和吴端的拉魏国嘲讽 不要不要去拉魏国嘲讽了 又被冰了 看LOE是坐灯主牌 他冰不到暗将 如果能冰到暗将 暗将也冰了 暗将明显不是魏国 是魏国我之前也说了早就亮了 加1忽悠过来 也问题不大吧 忽悠你暗将 射一发 看他是想看看能不能收到群雲啊 看看有没有淘 那群雲被收掉了 看他还会射吗 估计不会射了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空牌子了 现在呢就是可以压制暗将的时候啊 不能老让暗将这么待着 不然的话肯定要悲剧啊 灯祸不要去杀这个点位 就杀暗将 点位呢 点位可以点位就是可以冰下这个暗将 对非常好 我是点位我不会冰梦祸 就是你这个时候把梦祸看成 同盟军把泰尔茨和袁绍看成你的敌人 这样打比较好 因为孟祸孟祸为严不如一个弱比武将 你管他你冰他干嘛 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没有意义 然后他由于他被冰了嘛 他就亮将了 然后直接全亮将开大 看看能不能打出什么效果来 三剑两刀啊那非常好 拆的话其实 开距离也行吧 直接三剑两刀 挂点位一下 就中兵了肯定有轨道你这肯定是过不去啊 那直接就是袁绍一波的节奏了 其实打这么多国战大家也能发现经常就是被最后剩的一个暗将 然后偷偷摸摸的就给就给减了胜利果实了 非常不科学啊 累积 直接再走 这还不是泰尔茨 我钉凤啊 钉凤为啥不用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孟霍打的是比较有问题孟霍之前是最应该去打这个暗将的把暗将打出来 然后这上海人就叽叽斯密达了 然后再接着看一盘 这盘 马腾双雄还有鲁肃二章都可以啊 都挺不错的 马腾双雄可能可能在路人家会更好一点啊 鲁肃二章也挺不错啊 我看他选什么吧 这玩家叫windows乘 windows乘啊不是这不是哪 windows wind WIND SON乘客 三区的玩家 好那个XPXP好像是再过50天就退出市场了啊 大家赶紧去换别的系统啊 这个上来的话没必要动啊 没必要留这么多闪 我感觉你留两张闪两张沙德了 这马上就亮出一个诸葛张飞 这是要命的吧 你看他盲狙谁吧 一针见血 哎呦天呐真火啊 这盲狙吧 你还找个四血吗 你去狙个三血的多好啊 哎呦我天呐找个四血的狙 不过还真狙对了 那就不多谈了啊 就看主视角能不能复大命大造化大了啊 他不杀了 嗯开始过了啊 看看有没有人去搞他 也不开桃园 桃园的话不好说啊 当然他有可能不想拉张飞嘲讽啊 装备为什么不挂呢 也为什么要扔掉呢 他马上开出来 到底还有张沙 出了 这个马上就被打打到凉血了 有一种枪导众人推的节奏了 这一百三的就开始一顿盲狙啊 呃从他盲狙的手法来看 略有点像蜀国 因为蜀国已经出来一个 然后他还去盲狙 但是也有也有可能是魏国 因为他看到那个人死活不外选 那个二十级的 然后去狙他 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蜀国或者魏国 但是现在还不好说 暂且暂且标一个蜀国和魏国吧 这个一百一四的跳了一个非蜀的身份 直接去火攻张飞 呃从家hold不住了 这个果断不能亮啊 老老实实 低调猥琐就可以了 看一下张飞 关心他应该去搞杀过他的人 一二三距离能杀到 看他会不会杀 果然直接拍了过去 啊 司马大司马打了出来啊 直接把距离弄过来 也没有问题 一个过拆 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个开个 开个五股也看不出是什么啊 开个五股对 开个五股不像就不像蜀国了啊 因为这个老猪狗空城了 那就可以标一个非蜀了 嗯 就是明显想让老猪狗死的啊 然后他拿一个知己知彼 你可以看下下架 然后他看了下架以后也没必要着急出手 可以先等一轮 然后他紧接着就没有拆这个123打 他去拆了123的下架 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跟123就是一伙 二是他想引诱他去打 不过不过不过现在我说一下 从这个量将来看 从这个量将来看 这个4号位看到看的是5号位主将 他看到黄爷英的情况下还去拆130的101的很很可能是很像蜀国 但是他之前又开个五股所以我就很诧异 你既然都看到黄爷英了 你不去搞一下黄爷英 黄爷英很强啊 不过他也许是就是不想拉仇恨 对他应该是不想拉仇恨 然后果然黄爷英就没有搞他 但是黄爷英和老朱格还是很苦的啊 这6号位这个什么也没动 这个直接跳了一个非鼠的身份 二十级的 张和司马啊 他直接摸牌啊 没有跳乐啊 他应该是有红桃自己可以改的 结果就添路了 偷一下 是个桃 发武器应该会杀诸葛吧 或者会杀月鹰吧 直接九杀拍过去 好 到现在为止 主视角来说就只能猥琐啊 真的是只能猥琐 你这个武将首先都残了 这一百一十九直接拍过去 跳了一个非鼠的身份 这直接就是被那101坑的 那101的应该不是鼠啊 就是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那种装身份啊 看了一下黄爷英 不搞黄爷英 搞黄爷英下甲 让黄爷英去搞 看下家去 都这么会的 八卦马上就顺过来了 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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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还没坐稳 就拿过来了 好好好 把距离扔了 留两张杀 不要暴露身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低调猥琐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话 鼠博有很多目标可以打 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两个暗将打出来 对 把这一百一十九和二十这两个暗将打出来 就不要去打这个名的司马 没意义 暗将才是你的敌人 这个人 以他的猥琐来看 应该还是不会动了 他去看了一下 就去看了一下这个一百三的 然后他去杀 好 流离 那好啊 你杀他 人果断给你流离个 流离给司马 让你 让你被反馈 现在这个一百一零一的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蜀国 至于什么国家 现在不好说 这个一百零一的比较坏啊 你 你这 你这真寂寞啊 有铁锁不先用 现在决斗 人家有杖挖上去决斗 把自己拍死 哎呦 天真蛋疼 这名字叫什么 流离万 大乔去搞张 去搞司马 其实没啥意义啊 这个人又跳了一个飞位的时候 那这个人就是群无了 这个二十级的 不是群就是无 看能不能带走司马 司马被带走 挂审殿 挂审殿的话 很有可能是张角 因为的话 这个诸葛 司马已经死了 诸葛在这 他还挂闪电 这很有可能就是张角啊 这个人直接把这个老诸葛带走了 这个二十级的很有可能就是张角了 我 我是觉得其他国家真的有必要赶紧去把限制下这个二十级的 当然主持角心里应该能感觉到啊 已经一百零一的也不动了 看一下吧 因为他又跳了一个飞无的身份 那很清楚了 这个人就是排除法 这个二十级的排除法都已经排除完了 就上一个群的势力了 那他就是铁定张角还挂闪电 想都不用想了 然后的话 主持角可以再稍微猥琐一下 张角亮了以后 自己一亮将就可以了 给一补盘 然而他现在还不能杀这个张角 他们还不敢杀张角 张角肯定是有闪的 如果我是主持角 我就直接去打这个吴国啊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张角 非常明的张角啊 明的不能再明了 如果你仔细看整盘比赛的话 排除法都排除了排除出来了 101的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 应该考虑 不要着急盲目的去打吴国啊 然后还好 这是个孙权状态啊 不然就直接被劈死了 打相也没放 打相的话 为什么不放 这可以考虑放法 开一个桃源 现在怎么打 打这个暗将 把这暗将打出来了 因为暗将如果是吴国 肯定亮了 三个吴国 流离 当然现在他离间不了 我觉得马上和双胸 马上就可以亮了 然后这个 真权状态不知道为马脱管了 太坑爹了 然后直接可以亮将 当然他就当然就算生前周菜不托管也可以直接亮将了 直接亮将就搞起了 看能不能带走啊 我开个万键 这还有一道雷 对 这刚裂啊 那直接把夏侯顿劈死就可以了 这两盘其实就是都是通过猥琐 通过双胸的直接爆发 把那个嗯就这么两个群就把其他人收拾了 总之我做这么多国战录像啊 一直也给大家这个灌输的一个思想 就是要懂得压制按将啊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就直接轻松获胜了 都没有任何悬念就获胜了 嗯 然后的话 这个今天这两盘录像也就做完了 感谢大家收看吧